全油管最快新闻,央视新闻报道,甘肃临夏州基石山县发生6.2级地震,在区域已完成实地震害调查并发布烈度分布图。 根据调查结果,此次地震最大烈度为8度,等阵线长轴为124公里,短轴为85公里,涉及甘肃和青海两省, 共计涉及3个市9个县88个乡镇及临场保护区。 相关部门组织地震现场工作队依照规范进行调查,并参考科技支撑成果,确定了地震烈度分布。 这一消息将对进一步重建和再后救助工作提供有利依据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